接下来是一些重要的名词 第一个名词叫做原子序 原子序就是直指数 原子序原子排队的次序 在哪排队在周期表 原子在周期表排队的次序 就是我的直指数 直指数一个叫一号 直指数两个叫二号 一号站这里二号站那里 就是在周期表排队的次序 原子序原子排队的次序 原子在周期表排队次序 由直指数决定 如果我的原子序一样 我就摆在周期表一样的位置 我就被当作一样的原数 我就被当作一样的原子 我就有一样的原数 所以原子序就是原子排队的次序 直指数相同就摆在周期表相同的位置 就被视为相同的原子 被视为相同的元素 有一样的元素符号 有一样元素符号 我们就个人说直指数决定化学性质 刚才有告诉你是错的 离子跟原子性质不同 离子跟原子只差在电子 真正决定化学性质的是电子 电子阻碳 但是你可以这样子想 第一个周期表是跟化学性质有关 我就按照直指数排周期表 我们就说它跟化学性质有关 而且正常情况之下 电子数跟直指数是一样多的 软件两个一样多嘛 所以A跟B一样多 所以A决定B的就差不多差不多 就呼隆过去了 但是真正讲起来是电子决定化学性质 电子阻碳决定 高中之后再说 因为旧课本这样教 所以考试就这样写 直指决定化学性质 直指决定化学性质 OK 那么这边有质量数 质量数代表质量的数目 叫做质量数 刚才讲了电子质量很小 忽略不济不管它 然后所以原子盒就可以代表原子的质量 而直指跟中指的质量差不多 中指重一点点 就当做没有重 差不多一样重 所以如果我有两个直指 两个中指 那我就是四个 那你只有一个直指 你就只有一个 那我们就四比一 我就是你的四倍重 所以质量数越大就代表质量越大 质量数是你的三倍 就代表质量大约就是你的三倍 所以质量数是代表质量的数目 就是直指数加上中指数 中指数 质量数越大就代表质量越大 质量是你的四倍 代表质量大约就是你的四倍 OK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就是这样写法 好 左上角就写质量数 左下角就写原子序 然后人家把它写出来之后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它有几个直指 有几个直指加中指 就是可以知道有几个中指 也知道正常会有几个电子 然后就可以衍生出一堆问题来问你 你因为当会就有停了 你做出这些问题 所以写法看一下 知道它什么意思在哪里 好 左上角是直量数 左下角是原子序 然后就这样写 所以这样表示我有几个直指 十四 十四个吗 六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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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个 因为十四是直指加中指 直指六个 所以十四点六叫做八个 正常有几个电子啊 二十四 正常有几个电子 六个 正常有几个电子 六个